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分享一个面粉的新吃法 味道非常的棒,强烈推荐大家试一下 盆中放300克面粉,加3克酵母 用150毫升的温水,先把酵母化开 再把所有的面粉搅拌成絮状 水要一点一点的加 这样才可以把面粉搅拌的均匀 然后下手和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密封发酵至两倍大 趁着饧面的时候,把小葱洗净,沥干水分 切成葱花,放在碗中备用 面团像这样就发好了 里面有很多的小孔 案板上撒一些干面粉 把发酵好的面团放上去 反复揉搓,排一下里面的空气 然后搓成仓条 用手按扁 接着用擀面杖擀成一厘米厚的薄片 擀的时候下面要撒上一些干面粉 防止擀面的时候,面团粘按板 擀好之后,再用擀面杖把边整理一下 在上面均匀的刷上一层油 再撒上适量的盐 把切好的葱花也均匀的撒在上面 接着把薄片对折第一次 再对折第二次 整理成形 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把切好的小块全部分开 防止粘在一起 盖上保鲜膜 再次饧发20分钟 电饼盛开上下盘 锅内刷上少许的油 把饧发好的小块放进去 上面再刷上一层油 盖上盖子,中小火,捞至6分钟 因为开了上下火 所以中途不需要翻面 直接捞至6分钟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饼外皮金黄酥脆 里面柔软蓬松,非常的好吃 大家可以试一下 喜欢就关注我吧,下期再见